准备走喽 在这个地方住了 差不多有十来天吧 这个三人间 这几天都是我一个人在住 30块钱一个床位 住着还是挺爽的 每天睡觉睡得也很安静 没有什么人打扰 今天呢准备去洋湖 我想去洋湖 就是骑一圈 它一圈大概有300公里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装备 这个包包这个小灯山包 就这里面就装重要的东西 我平时都是背着它骑车的 这个是前几天收到的 是一个朋友送的 这个包包比较贵 然后太贵的东西 都是别人送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不舍得买 还是觉得太贵了 我之前用的嘛就是这个包包 几十块钱了 我们现在用它装一些吃的 再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装备 头这个 这个是AGV的头盔 这个头盔 我觉得我都还有点害怕戴这个头盔 因为这个头盔实在是不便宜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丢东西 我觉得丢头盔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非常的好看 实在太喜欢太喜欢了 而且很轻 这个头盔 肯定也不是我买的 也是朋友送的 实在是很不要脸 这些东西太贵了 我自己买还是真的是很 肉痛的 就我之前就说了嘛 我虽然说是一个没有厂家赞助的博主 但是我的朋友和我的粉丝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 赞助我一些东西什么的 也算是给我减轻了 等不上了一些经济负担了 我的心理差不多快收拾好了 每天收拾东西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得收啊 好久没有搬东西了 搬硬汉感觉有点 有点心跳加快 有点晕 我的摩托自从上次在河边洗完之后就没洗了 非常非常超级无敌的脏 已经绑好了 今天没有外挂啊 今天表现很不错 没有外挂 我把这个黑色包包用来装吃的 装一些干粮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用背着 因为这个背着比较省密嘛 然后看一下今天的路线 我今天我今天是在拉萨城区嘛 我要到这个地方 只要加 加若拉 这个是这里 这一块就是洋湖了 这个洋湖就是 它不是一整块很大的湖 它有很多的分支 你看 大概100公里左右 从这里开始绕绕绕绕绕 还洋湖一圈 大概有300公里 我准备花个两三天的时间 就是这么没出息 300公里要花两三天时间 难怪感觉头云 是因为没有吃早饭 滴水糖特别严重 煮菜鸡蛋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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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加个油 好久没骑车了 哈哈 我在这里都住了十天 差不多 大概 嗯 走了啊 拜拜 好嘞 这个是什么车啊 星园 哦 星园 多大排量 400啊 哦 所以跑得动啊 你带多少东西啊 你太可怕了 你现在要去哪啊 洋湖 就是那个洋湖边边上嘛 可以 我是想绕那个洋湖一圈 就袜子还是 后面晾着 嘿嘿嘿 对啊 我之前也喜欢这样干 把袜子放在后面 对啊 把衣服放在后面 跑一跑我就换一双 往后再洗一洗 咬到地方洗一洗再晾上 哎 你居然没有安边箱哎 没有啊 不用边箱 边箱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包是最好的 尾箱其实用值度不大 尾箱 你看我也没有尾箱 就是一个这个 包就可以了 是的 我看一下你的头盔啊 那呗 你居然带了一个带一个半盔 对啊 我不喜欢全盔 你不喜欢 但是他会不会漏风进去 不会啊 全盔很难受 这个是什么头盔啊 就是半盔 四分之三盔这叫 四分之三 啊 带个波罗罩 这个这个叫 这个 这之前我也看了过 很酷 这个头盔 你去哪去 啊 必须来 去洋湖 洋湖啊 你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啊 听着说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嗯 哦把那个东西 嗯 还帮忙给他点火 可以 哎妹妹走啊 好的好的 谢谢 这边就是 洋湖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我现在还有三十公里就到洋湖了 之前是谁要想要看青柯长什么样子 看这个就是青柯 长得跟那个麦子一样 现在他们都 现在丰收季节 一大片一大片的青柯粒 看他们他们现在藏族人正在收青柯 这个呢就是格桑花 格桑其实是藏语音译过来的 格桑 就是美丽的花 好看的花 漂亮的花